乌俄战争已经开打将近一年半了 还是看不到尽头 生命财产的损失还在持续的不断增加 荷兰就有一位极限运动好手决定用50天的时间 每一天预计跑50公里左右 从他的家乡阿姆斯特丹跑到乌克兰首都基辅 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帮乌克兰民众募款买救护车 而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跑了10天 每天跑50公里 50天不间断 一般人做不到 荷兰的极限运动好手克拉特韦克 基于强烈的使命感决定勇往直前 听到这些故事 看到这些战争在新闻 让我认为这些战争 28岁的克拉特韦克 7月22号开始 从家乡阿姆斯特丹出发 一路用双脚跑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我们只需要从阿姆斯特丹到凯夷 全程2500公里中间经过德国跟波兰预计9月10号抵达终点 目的是帮助乌克兰民众筹募善款 并用这笔钱买救护车 后勤补给都有事先规划准备 现在已经跑到德国的克拉特韦克 10天下来以募得22000欧元 约合台币77万 而一辆救护车约105万台币 克拉特韦克最后可募得几辆 令人期待 刘勇伟编译 请不吝点赞订阅